我现在从成德开车到达宝定了 今天到宝定这个必有景点 直立总督府去参观一下 这个地方以前是李鸿章啊 曾国藩这些封疆大力办公的地方 以前都是我们平头老百姓 根本不可能进去的 看看去啊 这里面门票三十块钱 买好票了 而且今天这里下雨啊 冒雨进去看看 清朝那时候 中国有八个总督嘛 梁广总督 两江总督 敏浙总督 四川总督啊 但是这个直立总督 是排第一的啊 直立的意思就是 直接隶属京城啊 就相当于现在直辖市了 直接归皇帝管辖 他现在在的这个宝定啊 你听这个名字 保卫北京的安定 所以这个宝定 以前是河北的省会呢 然后我们先调个头来 看一下他这个大门口啊 哇 有两高非常高的旗杆 这旗杆三十多米啊 据说比北京的前门楼子还高呢 前门楼高九丈九嘛 这个高十丈五尺啊 这是民国第五个总统 曹坤 他盖的这两个旗杆 之前是木头的 他给换成水泥的了 当时呢 燕子李三还在这个上面睡过觉呢 因为那个燕子李三是个神偷 劫富济贫嘛 他犯了事以后啊 官府就捉拿他 谁知道他就爬到这上面去 在这里头睡觉啊 这就是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啊 当官的都想不到 他会在这上面睡觉 这个总督府门口啊 是最繁华的地方 车水马龙 特别堵车啊 今天下雨天呢 也是有很多人来参观的 现在我就进去了啊 检票进来了 这里面呀 有好几进院子呢 一会儿我们再看啊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直立总督 他有多大的权力呢 我们先看看 谁当过直立总督吧 你看啊 比较有名的李卫 曾国藩 李鸿章 再看还有袁世凯啊 袁世凯当了三次呢 你看 这每一个人啊 都是鼎鼎大名啊 大部分人呢 都是当个两三年 就换一个人啊 但是这里面当的时间最长的 就是李鸿章 他当了25年了啊 然后现在的这个直立总督府 也是按李鸿章的时候复建的啊 因为历史上已经毁坏了嘛 从这里就进来了 他这跟故宫一样 也是前朝后寝的 前面一堂二堂呢 就是办公的地方 后面三堂四堂 就是总督的家人 生活的地方 这个是大堂啊 这大殿门口啊 有一个对联要看的 这是李鸿章七十大寿的时候 皇帝和慈禧太后啊 送给他的这个对联 你看这里写的皇上御笔啊 再看这里 这个上面写的 李鸿章七十生成啊 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慈禧 皇太后御笔 非常清楚啊 这相当于是慈禧和皇帝 两个人联名 给他写了个对联 你看夸赞他是栋梁 有意思吧 这个直立总督 他的官到底有多大 权力有多大 到这里面去看一看 这是他身堂办案的地方呀 当时李鸿章啊 一个人兼了十六个职位 这边写的八个是虚职 这边八个是实权的啊 从这边看一下 一个人身兼十六职 刚开始是兵部上书 相当于国防部长吧 手握兵权啊 大权在握的人 督察院诱读御史 这就是检察部门了啊 相当于全国最高检察院的 副检察长 因为左都御史是检察长嘛 他这个是副的啊 一正一副 监管直立巡抚士 以前有巡抚有总督 总督比巡抚要大啊 他还兼任的巡抚 五英殿总裁 故宫前面有五个大殿嘛 五英殿文华殿 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 那年特朗普来了 我们不是还带他去五英殿参观嘛 所以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分子管理河道 这附近有什么永定河呀 这些河全都归这里管理啊 疏通河道 什么的这种 管理长庐严正 严运啊 可是一个政府的那个管理的嘛 管员的都有钱啊 清差北洋通商大臣 那个就相当于是管理那个口岸 进口出口都归这个 这个来管理啊 从国外进口什么东西 往国外出口什么东西 都归他管理 实权部门啊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总督出行时候的仪仗队 你看前面 明罗开道啊 清水洒街 是吧 然后有人呢 把他这个牌子都举着 然后浩浩荡荡的出街巡游 再看看这边的这个须纸啊 紫禁城骑马 这就是一个荣誉啊 一般人不可能让你在紫禁城内骑马 还有赏用紫浆 浆就是拴马的那个绳子嘛 紫浆 紫禁城嘛 这个紫色啊 也是一般人不能用的 一等树一箔 古代时候君侯箔子男啊 他这个箔已经是很高的爵位了 赏代三眼花灵 据说那个和珅是二眼花灵啊 他是三眼 赏穿方龙补符 这个龙的图案只能是皇帝用啊 但是皇帝特意赏赐他也可以用 一般的文官呢 补符是那个仙鹤 你看仙鹤 五官的补符啊 是那个猛兽 文官的补符是这种飞禽 但是特意赏赐他可以用龙的图案 投贫顶带 文华殿大学室 刚才那边是五音殿嘛 这个是文华殿 大学室就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啊 太子太父 就是太子老师 这么多头衔啊 然后这个是万民闪 他辞职的时候啊 这个老百姓送给他的 这个功德闪相当于是 就相当于现在的锦旗 就是你干的特别好 老百姓舍不得让你走 然后就送一个这个万民闪 古代当官是很重视这个万民闪的啊 因为一个人当官 他的品德好不好 老百姓拥不拥护 爱不爱戴 就看他离任时候 有没有人送这个万民闪 因为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然后这个大唐啊 就是当时一个省最高权力中心 这个人的位置 这个文官后面的是 仙鹤这些飞禽 五官的话 后面就是走兽 老虎啊 狮子之类的啊 有区别的 最高权力就是这里啊 这个就是二唐了 二唐是总督接见外地官员啊 然后平时商讨正事的地方 这里有个特点 就是这一圈呢 都有这个走廊 所以在这走是淋不到雨的 我参观其他的衙门 是没有这个啊 就是走廊的 然后这里面 也是办公的地方啊 就是 好 议事厅 讨论证物 再往后是三唐 三唐是生活区啊 总督休息的生活的地方 一般这门口啊 会有两个人守着 事先通报 才可以进入这个三唐 这个房间写字作画 相当于书房吧 对面呢 是批阅文章 再往后啊 就是第四境院子 就是总督的家人都住在这里啊 对面呢 是他妈住的 看这个院子啊 也有四周围的这个走廊呢 所以也不会淋到雨啊 还是打着雨伞吧 这里就是比较清幽了 外人一般不到这个最里面的院子来啊 哎呀 赶紧过来看看 看总督他妈还在这 仿杀呢 这是 这肯定是假的啊 这么大的官太太 还需要自己仿杀吗 这都每天锦衣玉食啊 过的 但是这人物做的确实挺逼真的 这种宫灯 这里面就是总督的卧室啊 看看总督睡的那个床 小巧玲珑啊 这个是后花园 工作之余 放松休闲的地方 花草树木很多